1966年雄瑶小说改拍电影推出后,雄瑶是爱情剧陪伴不少人走过青春岁月,主要演员也都爆红,让六、七年级生难以忘怀的第三代雄瑶女神代表,当然是看似楚楚可怜的月灵,她人红感情也受瞩目,甚至在醉红时为了情提早隐退。 雄瑶女郎两岸传记代,月灵的戏和人都让人心疼,雄瑶剧横跨两岸超过四十年,至今仍不断被翻拍,只要被相众演出雄瑶剧的女星,在华人演艺圈都会创出人气。 说到雄瑶女郎,首先想到柔美如雏菊般的美女,脸上滚落珍珠般的泪珠,哭得绝美又让人心疼,刘雪华,陈德荣,连心如,都是典型的雄瑶女郎,风靡九十年代的第三代雄瑶女郎月灵,则是美中带苦很特别。 二十岁就出道的月灵,外貌不算亮丽抢眼,但端正秀丽的五官很耐看,虽不能说顾盼声波,但双眼睛亮有神,让她在温婉中透出一股坚毅,又带些苦情。 月灵在雄瑶世界中,有个人独特的风格,她在青青河边草。